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新歌上线 销量不俗 难听词条挂上热搜 网友看穿套路 流量一人发新歌 总会有个词条就是 难听 这种套路早就被网友看穿 不过是提醒大家过来听一下 作为顶流圈的UNIQ王一博 这次发新歌 居然也会有这个词条出现 着实有点让人惊讶 他还需要这种营销手段吗 真的没有必要了 毕竟王一博的人气跟实力 还是娱乐圈中天花板的存在 粉丝看到词条 难听 后 自然各种小作文上线 为了给自家哥哥新歌打靠 更是卖力宣传 一个过猛 就销量不俗 毕竟他是王一博 人气真是毋庸置疑 新歌像阳光那样 上线以后 一个小时不到 就突破100万的销量 你还在质疑的时候 人家粉丝可是已经陶醉其中了 黑粉张牙舞爪的各种诋毁 口头说着难听 跟粉丝互动中 各种方式无所不用 其实这种互对的方式 带来的结果反而是更好的 这种反向营销的策略 逐渐有了成效 到底好不好听 看看人家大粉的话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听一下就知道了 的确如此 看新歌上线的销量 就知道这波营销操作 真的挺有用 坐拥千万级粉丝 可愁没有销量 哪怕是再难听 也要听听才知道 王一博的这首歌 作词人是唐田 作曲是钱雷 这是打造了 孤勇者的制作团队 如果你说难听 未免有点牵强了吧 说到底 一句话 那就是王一博 有点太红了 以前人家红歌一首接一首 差不多合起来 都要十几首了 再加上个人单曲六首 算下来 王一博二十多首歌 足够可以开个个人演唱会了 作为爱豆出身的王一博 业务能力 还是被认可的 唱跳 俱佳的一位偶像艺人 从来不为自己发声 只用作品来回馈 我们没必要去诋毁 更没有必要去恶意打压这种艺人 末期人年少 这首慢歌 配合王一博的中音声线 娓娓道来 缓慢温暖有力量 这里我们不过度评价 王一博的歌唱水准 毕竟我们根本不懂 也就无从说起 但是从歌词到旋律 听下来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并没有难听到 你一听就气了的程度 说一千到一万 王一博每年都很有仪式感 就是发新歌 带来一个全新的跨年舞台 陪伴大家迎接崭新的一天 这次的新歌 不仅此曲作者大有来头 甚至海报的设计 都请来了专业团队设计 更有跨年演唱会的舞台设计 都聘用了北京冬奥会专业团队设计 如此有诚意的做法 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的 而不是去用因为 他是顶级流量艺人这个标签去看待 王一博如今不同往昔 过高的人气 总会有人嫉妒 刻意降低热度 但不可否认 他依旧还是红的发子 不过是发了首新歌 没想到依旧如此受关注 别说什么 王一博人气降低了 不过是威严耸听 就如今 这个热度看 人家真是很红很红 耶稣 上面 上面 埋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